火跳跳的泰国虾一捞起来 立刻冰镇 让肉质保持Q弹 捡虾壳好入味 再放进特制锅内 倒入胡椒包 里面有胡椒干草 以及不能说的秘密重要 这包下去就是对一斤的胡椒虾 让虾子吸收米酒香气 没有添加任何一滴水 直接煮虾 米酒挥发 熊熊火焰燃烧 煮到收汁 过程得花费15分钟 但就怕客人等太久 老板香文明一口气 同时煮12锅胡椒虾 一般热炒店 他们只有最多是6个锅子 但我们这边就一整排 全部都是锅子 所以我们不怕塞车 烘煮过程中要不断翻搅虾子 让泰国虾吸收胡椒香气 好吃秘诀在于靠吹风机伺候 对准虾壳吹风 让酱汁迅速收干 使虾壳干香 里面虾肉依旧保有水分 最后上桌前把虾子倒挂经勾 立刻吸引掏客眼球 一入口浓郁胡椒香气 弥漫在舌尖 不会过于呛辣 鲜甜滋味反而勾起味蕾享受 第一就是它的香气 第二就是它的辣度 你的辣度要调到 让人家吃了就是会刷水 就是一支接着一支都会停不下来 那个才算是你的胡椒是真的成功了 成功的胡椒虾背后推手就是老板肖文明 过去曾在饭店餐厅当过学徒 不过想赚钱的欲望让他的人生一度走偏 卖起盗版唱片跟包包 过着四处夺警察的日子 卖copy皮包嘛 那时候被抓 抓了以后 就想说啊 你赚了钱还是被抓 因为我们 其实卖皮包它也是很辛苦的 它要在路边摊摆摊 然后也要被警察赶 那时候想说 哇 你赚钱赚这么辛苦 那到头来还是一场空的 那不如我们就回归到以前 以前做厨房的那一块 那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出入 那后来就去了一家胡椒店学这个东西 回归正途的肖文明 学到了胡椒虾做法 决定创业 不过没有存款的他 20万的创业金 还是父亲跟别人借来的 借来的 总不可能又把它 这20万就把它毁了 后来就路边摊就很 很巴结很认真在那边做生意 肖文明认真做起路边摊 除了胡椒虾 甚至还延伸虾的料理 煎煮取代油炸 避免油耗味影响咸味 接着把咸蛋黄 以及奶油炒到气泡 香气逐渐蔓延 再让虾子裹上咸蛋黄做成的金沙酱汁 这道黄澄澄的金沙虾 肉质扎实油咬劲 咸香中带点虾的鲜味 一口咬下直接在口中散开多层次的口感 不过虽然料理美味 但在开店初期生意不如预期 好在肖文明碰上贵人廖大哥雪中送炭 每次来他都会问我一句话 他说 他今天行李感好 他说 我就这样还好 他说来给他包两千 每天几乎每天 每天都来包两千块 后来我问他说 大爷你是怎么要给他倒三天 他说 这社会就是这样 我给你倒三天 你两天你就会倒三天 这是社会的一个顺利 就连艺员蓝新梅也是肖文明的贵人 我在路边摊的时候 新梅姐常常带了一群艺人 然后躲在那时候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 他们都躲在旁边 哇那时候有点飘着雨 他们都躲在旁边在那边吃虾 我都看了我就觉得很感动 有艺人助阵慢慢打出知名度 肖文明野心也越来越大 一度中断台湾事业 跟朋友一起到中国展店 不料差点有去无回 我差点回不来 薪水拿不到 然后你店里又越开越小 不是没有生意哦 是有生意 那店越开越小 人家生意好像不是店越开越大 他不是啊 越开越小 他把钱都拿去玩股票 回到台湾之后 肖文明重新开始 在原本路边摊继续摆摊 没想到房东涨租金 他只好另寻店面 结果生意反而蒸蒸日上 比以前更好 甚至他还把中国学到的剁椒虾 放在菜单里 发酵过的辣椒 铺在虾子上头再清蒸 底下粉丝吸满精华 试辣者绝对不能错过 只要有吃辣的人来吃我们的剁椒虾 吃一吃就上午 为了银河不吃下的客人 肖文明还开发出这道骰子牛 骰子牛煎到七分熟起锅后 锅内的牛油用来煎煮杏包菇 吸收香气 再爆香加入自制酱汁 用大火快炒最后入铁锅再加热 就像铁板烧概念 骰子牛吃起来软嫩适中 杏包菇相当脆口 绝妙搭配令人回味再三 我们这边已经开19年 在我创业初期那些客人 应该到现在也不太会吃起来 所以我店一定要一直保持年轻 就是要一直创新一直创新 要开发出一些年轻人爱吃的东西 不断调整菜单 让自己保有竞争力 肖文明还在店内打造网美打卡墙 吸引年轻客群 他希望他做的每道料理 都跟他的人生一样 跌倒过后 滋味更上一层楼 让吃虾文化也能成为代表台湾美食之一